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好像平时会看其他朋友、叔叔的马出 还有自己爸爸的马真的有很大分别 因为真的有一个投入感和兴奋刺激感 但是那次第一次进马场 是爸爸叫你进去 还是你自愿 我今天想进马场的爸爸 他提早跟我说这只马我吵爸爸出 他就说去不去 我说我有空就去 自此我就喜欢了马 但是在大概十多年之前 爸爸有一匹是霸王级的名区 是 靓虾王 是 当时你应该很小 靓虾王对于你来说 你印象之中有什么认识呢 靓虾王给我的认识是一个 非常有后劲的马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靓虾王 我妈妈和爸爸去了马场支持 我会在电视上准备看靓虾王的时候 我看到他永远都是留在后面的位置 开始永远都很担心 这么后会不会赢得到 但是一转弯去到直路的时候 就好像一枝箭冲上来 然后后来居上 所以这是我对靓虾王最大的印象 是, 因为他的那段爆发力 真的很强 是 其实你家人都养马很多年 其实你这么多一匹马之中 暂时最喜欢哪一匹? 黄虾王 一定是黄虾王 是 因为最多感情 每一次出彩我都有去 探他的次数也最多 一个月两次左右 是, 通常都是星期日 去到马房那边 会准备红萝卜 让我喂他 他的个性是如何? 因为他比较特别 找来找他都找不到自己的马 我就问其实我们哪一号 我伯母就跟我说 那只马就是我们的马 我才愕一愕言 原来我们买了一只灰色马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灰色马 就是我自己的马 也觉得很好奇 现在你家人都… 父母、妈妈 甚至哥哥都很支持赛马 有没有… 因为赛马这个运动 大家增进了感情? 有 吃饭的时候真的多了很多话题 譬如出赛之前 我爸爸会很紧张 他就会说 好像10月1日那时 那个国庆盃 他就说 如果这一场不赢的话 我们旺敲王不会成为顶级马王 或者不会成为短途马王 因为我们负榜 已经负轻16、17磅 是 都赢不了的话 那你永远都会赢不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 我就开始明白 原来负榜那么重要 我就很紧张 我就说好像这一场赛事 好像注定黄虾王的一生 所以我们两个都很紧张 因为我爸爸就好像说到 这一场是真的考验黄虾王的第一次 所以我在10月1日那时赢了之后 我亦都很赈臂高呼 亦都很兴奋 因为那时候好像很多压力 我们全部人 立刻舒缓了 所以要喊一喊 其实这个压力可能是爸爸给你的 是 因为我不知道那么多这些研究 或者这些分析 是他跟我说的 他跟我说 如果马匹负榜已经负轻 最高分的马17分 如果这场赢不了 你平榜更加赢不了 所以真的有那种压力在那里 那场因为让榜赛事 是 结果赢了天下围攻 是 之后其实还有机会对类 那次的磅位就拉近了 是 爸爸那次有没有再那么紧张呢 我们在赛前10月21日 精英碗之前 精英碗 我们预计会负轻五磅 但最终出来 原来我们负轻十一磅 这是一个惊喜 第一 第二 其实我们有点点 我们在赛前有点点 没有信心的位置 可能是骑士 因为以前骑我们潘顿 甚至是10月1日 骑我们的马田泰安 都放弃骑我们 突然我们会觉得 是否我们的马有问题 所以别人才放弃呢 那我们就转了奇普顿 但是蔡若翰也有跟我们 谈过很多次 说给一些信心 我很肯定的 我觉得奇普顿也一样可以 之后我们就很平常心地去观察 所以我们就很平常 我们就很平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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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从头到尾贏 结果就是不顾忠望 他也很轻松 对… 放在前面一放到底 但是我没想到 爸爸去年他接受我的访问 他也很轻松 在萤幕前面 非常开心 但是我真的想知道 平时在家里 他如何教授赛马知识 除了富榜之外 他会跟我说 他会拿出马经 然后他会指着很多不同的数据 给我看 他会跟我说 档位的重要性 他也会跟我说 骑士的骑弓 一转挖的时候 就要洩外多 你才要有位去冲 是 他也有教我 就是看马那时候 最重要是看他的外形的肌肉 而且他小时候的体重 也没有差不多的体重 如果有些很瘦 他又是短途的 那些未必… 会撞一点 对, 应该要选一些撞一点 你觉得家人这么多人之中 你觉得家人最棒的 是否也是爸爸 我希望… 我想也是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比我爸爸好 但是我想现时 我想冠军也是他的 是 他也是最好的 他也是最好的 我先在这里恭喜你 因为你刚刚中了签成为马主 是 到你去真的可以 下手下力 自己去亲力亲为 去选一匹马 是 现在选一匹的程序 去到什么阶段 现在我通知了马返 会和我密释一些好马 我自己同时地 也会密释其他合眼缘的马 我也计划 可能会去适合 是 是 我爸爸说 澳柳的马 比较适应香港的水套 比较好 转一点的马 可能和香港的时差 和水套不符 和赛场有点分别 所以他告诉我 澳柳比较好 有没有想过 新一匹马改什么名字 我爸爸说 一定要有虾字 是 是 他的马 全部都有虾黄这两个字 我计划 可能我的马 会有虾女这两个字 有虾女这句字 但是看三一字还是四个字 又要慢慢再想一想 我希望三 三一字 对 好, 看看你的新马 究竟是什么名字 我们也拭目以待 除了选马之外 是 坐衣 坐衣 也是一个风格 因为虾系的马 我大部分 很多都是以紫色、粉红色为主 是 你的坐衣颜色 又如何配搭 坐衣 我可能不会用 家传统的紫色和粉红色 我可能会选择绿色的坐衣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好 还有我公司的社会颜色 的指定颜色也是绿色 所以我也想我的外区也是绿色 希望快点看到一个 全新的虾女系的马 最后一个问题 赛马这件事 暂时对你的啟发上大吗 大 赛马和做生意 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一定要有耐性 大家互同都需要用心去经营 就好像养马 都需要用心去关心马 知道他最近的状态 他上一场跑得如何 他有什么做得好 有什么做得不好 这需要用心去 亦需要亲自去落手落脚去参与 不是每一只马 你买回来一定会是一只很好的马 马和生意 都是有起有跌 所以平常心就可以了 总之 人和马一样都有高低起跌 是 这一集我都说啟发了很多东西 第一集是谈不完的 下一集再和俊俊谈一下 关于他人生的事情 下一集见 是 大家好, 欢迎收看录音厂当 刚刚两天跑完三场雨赛之后 我们终于进入国际赛的… 来过了 我们开始进入国际赛的射程范围 不是 我们进入… 我们终于进入 一人一次, 你有三次机会 我记住自己的 是